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這個題目 他說1加更號2的6次方等於a加b更號2 其中ab是整數 問你說b等多少 就是說把它展開之後 那麼更號2的前面的係數合併之後 更號2前面的係數等多少 那我們知道1加更號2的6次方 展開應該是cn0 那先n就是6 就是c60 c60乘以1的6次方 再來c61後面更號2就是一次 這裡5次 c62更號2就兩次 c63更號2就三次 c64四次兩次 5次一次 6就六次 那其中b是 含有更號2的 就是更號2沒有辦法消掉的 如果你更號2有平方 有四次方六次方 那就會消掉了 所以我們要找更號2是基數次的 好 基數次就是這個 所以b呢 應該是 這更號2不要看一下 是有一個c61再加上 這個會沒有更號2 這個 那這裡有一個c63 但是這裡會多出一個更號2的平方就2 2乘以c63 所以b呢應該是c61加上 2倍c63 好 再來 這個會消掉 這個 這個呢 會有更號2的四次方 就是2的平方 好 2的平方再乘以c6 2的平方乘以c6 那 這個更號2都一件了 好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這個 那這個答案你選的就是b 這個b 這樣看看有沒有b 在做什麼 會不會生下來 你會不會振見 我們什麼事 會不會和我們 會有呀 健康 相 grandmother